小朋友们,大家好,今天又是周四啦 Today is week twenty, day four, it's time to review 我们复习本周认识的新单词,好吗? 周一呢,我们in字母组合的发音规则已经知道了,对不对? in says in, in i says it, it in says n, n i这么是原音,n这么是辅音,连在一起 in, f, in, thing in, fin, yes bin, b, in, bin bin,这个词可以拼读出来,对不对? p,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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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says p, p, p,手掌放到口向前面可以感受到气流 in,这是我们本周的发音规则 in, pin that's great,拼读单词一般来说都是比较简单的 那小朋友们要自己试着完成拼读哦 然后来回顾一下我们本周认识到的关于交通工具的英文单词吧 sheep,这个比较简单啊 sheep, ship都读得很好哦 heelicopter, helicopter,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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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helicopter,比较长啊 耐心一点把每一个音都念出来哦 submarine,有点长看我读得很慢,对不对? 注意我们的重音在哪里 submarine submarine 非常好 plane 这个跟下面的train 一定要注意嘴巴大小的变化哦 说过了对不对? 可以对着镜子看一看自己有没有嘴型的变化 plane plane yes train train a train train 一定要看到这块的大小变化哦 tank 小zak 给我们小老虎带的礼物对不对? tank tank 好 所有的单词呢我们也回顾完了 想一下我们这一周还有一个句型 i go to blah blah by 从去哪里 然后乘坐的什么交通工具 比如说我们的例句 i go to the shore by helicopter 我怎么去学校呢? i go to school by car i go to school by train 这都是可以的啊 想一下你去哪里要乘坐什么交通工具 用英文该怎么表达自己可以试着去练习一下这个句型 好 那我们本周所有的任务也全部都完成啦 下周见吧 拜拜 see you next week 下周见 2 5 5 4 6 6 amine mane 4 2